各位良院的同学 良友的听众朋友 在视频前面看这个课程的观众们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与收听 我很高兴在空中又与您会面了 我是黄雅各老师 那我们这一门课程是当代伦理学 本课是第十一课 新约伦理心律法 新约伦理的基督的心律法 总共有二十四课 本课是第十一课 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 讲说这又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在上一堂里面讲到 新约伦理学里面 保罗神学保罗伦理的框架 那因为保罗书信是最早写成 而且最早收集出来的 他面对着实际教会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回来看一下 耶稣基督的教导 耶稣基督的宣告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时候就更能够了解 也在我们上堂里面讲到的那个三角形 我们看到十字架为中心 然后看到将来的末世 与现在神所拣选的这个群体 我们怎么样子来看 这个伦理怎么样在这里面实现 那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看 新约的伦理与耶稣基督的心律法 其实要怎么样子来与旧约圣经里面 摩西的律法来调和呢 我们一再强调有非常重要的这段圣经 就是在耶利米苏第31章 31到33节 我再来念一次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在路加福音 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 很明显很清楚说 饭后 耶稣基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原来在耶利米苏里面所说的 要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 是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明显的宣告 我就是来成就这个新约的 而不单单我来成就这个新约 而且我的身体用我的血来立这个新约 我要束缚出流血的代价来立这个新约 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就更清楚的解释了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份是更美的 正如他所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所立的 如果前约若没有瑕齿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前约是摩西之约 后约呢 耶稣基督的新约 所以神指责他的百姓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所以这边就只回去到 耶利米苏第31章31到33节的这句话 在希伯来书里面已经讲到 事实上成就了 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 在耶利米苏里面的这一段话所预言的这个新约 接下来他就直接来引用 耶利米苏31章所讲的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手 领着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曾经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来是这样 我将我的律法 这个时候不再写在石板上面 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是要怎么样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耶稣基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原来在石板上面 所写的这个约 现在写到人的心板里面去 而让我们直接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呢 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很清楚 第十章说 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经着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师治理神的家 用我们心中天良的愧缺已经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 就当存着诚心的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至于动摇 因为那应许给我们是信使的 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所以我们所有的伦理的框架的 框架的基础在什么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所立的新约 让我们今天能够将这约 将这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 保罗都说了 那在耶稣基督里不再定罪了 因为那次生命跟圣灵的律 原来这个字其实就是律法的 同一个字 生命的律是生命与圣灵的律 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 而是在我们心里面的 而旧约的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 摩西的律法我们没有办法行 神就差遣耶稣基督 他自己的儿子成了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 不义的人身上 这不随从肉体 而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 律法的义经着耶稣基督 让这旧约里面所预言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了 这新约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 而这新的律法能够在我们里面 写在我们的心版里面 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常常能够去了解 旧约圣经里面的律法 我们现在是不是现在 可以直接马上提出来 马上可以直接的应用呢 我们知道说有很大的困难的 在任何一个民族法治的国家里面 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前提里面 我们都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是不是 那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面 是不是遵循摩西的律法呢 当然有人会说 我们现在还守不守实戒 有人说不守 我们只守耶稣基督说的 只要两条 就是我们尽心尽义尽力爱足你的神 彼此要相仿佛就是爱人如己 我们只要守这两条以后就好 所以我们现在实戒不需要守 然后实戒里面不是说不可杀人呢 不可偷盗呢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呢 不可贪恋呢 难道我们不守了吗 所以不对呀 除我之外 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我们是不是要专心来仰望耶和华 敬拜耶和华 我们当然继续还在守啊 所以我们守摩西的律法呢 还是我们现在守实戒呢 我们的根据究竟从什么地方来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去很仔细的来审视 来回顾我们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如何应用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的引用旧约圣经 然后一尘不变的 不去问他原来的文化的背景 在旧约的神学的背景 而直接来应用到今天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 很一致的看法与方法 来用旧约圣经里面 教导我们伦理的原则 因为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要用牛羊献祭 如果说我们还在 遵守摩西的旧约里面的律法 那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再用牛羊献祭了 我们今天还在 我们有没有再吃不节食物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烤乳猪 不节的 西方人最喜欢吃带雪的这个牛排 哎呀不洁净了 中国人跟西方人都喜欢吃的虾了蟹了 龙虾了螃蟹了 那不洁净了 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尽敬这些不洁之物呢 如果要遵守旧约里面所有律法 说我们为什么不给所有的男孩都行割礼呢 如果我们说不再遵行说 可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还在读旧约圣经呢 旧约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的圣经的旧约与新约都是我们圣经的一部分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还继续来教导实界呢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一致的原则来了解 怎么样子来应用旧约里面的律法 摩西之约里面的律法 怎么应用在新约教会的时代 我相信很多 大家在信徒都在听过教会牧师讲道的时候 还讲到会幕的意义是不是 对我们今天还会讲到会幕 还讲到会幕里面每一件每一件事情 还讲到这个意义是什么 我们还特别会讲到说 今天都还有人举名字啊 给人叫加勒啦 叫做约苏亚啦 叫做大卫啦 那为什么我还给 孩子们取名这些旧约的名字呢 我们看到在早期教会里面有一段历史 很早啊 在祖和他85年到160年的时候 他收集了一本圣经 他是对基督教的圣经 他只包括了什么 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 保罗的十封书信 他觉得符合他的神学观的 这个人叫做马吉安 他完全拒绝旧约 因为他觉得在旧约里面的神 是创造物质的神 新约里面的神是耶稣基督的父的那个神 新约里面的神是善神 旧约里面的神是恶神 所以他不相信旧约 所以拒绝旧约 认为旧约不应该成为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 对基督教基督徒没有价值 这个人叫做马吉安 马吉安是在初期教会当中 我们叫做智慧主义 或是诺斯蒂主义的雏形 是异端 我们今天叫做马吉安异端 可是是不是很多人 在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会跳过旧约圣经不读 是不是我们也是今天的马吉安呢 所以马吉安呢 这个当然是异端 我们今天一定来读旧约 可是我们读旧约怎么样来用呢 我们新约的定了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新呢 我来对照比较一下 摩西之约与耶稣基之约 旧的约是摩西的律法 新的约是耶稣基督的律法 旧的约是因为百姓的违背 为新约所取代 新的约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的宝血来设立的 旧的约是写在石板上面的 新的约是写在新板上面的 因此在旧约的预言 耶利米苏第十三章三生节说 那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 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可是 大家记得了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耶稣基督不是说吗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与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既然耶稣基督说 不是要我来废掉律法与先知 是不是说 意思说 摩西里面的律法 我都要一成不变 我现在完全来遵守呢 所以耶稣基督说 废掉律法与先知究竟是什么意思的 为什么特别用这个词呢 原来 在耶稣基督 那个时代里面 律法与先知如果把这个词连在一起用的话 有个特别的意思 特别意思就是指 全部的希伯来圣经 我们今天叫做旧约圣经 所以律法与先知这个词 是表示这个意思 我们看待在 这个词用了好多次了 在 《路加福音》16章16节也说 律法与先知到 约翰为止 从此 神的国的福音就传开了 人人要努力进去 虽然那我们这时候看 律法与先知 如我们 解释为是 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圣经 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的福音传开了 对呀 行约开始了 《路加福音》第24章 44节 耶稣说 这就是我从前对你们同在的时候 告诉你们话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 与诗篇商所记得 指着我的话 都要应验 所以摩西律法与先知与诗篇 这个词连在一起的时候是指 整本的旧约圣经 希伯来圣经里面所有指着 弥赛亚的话 都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 甚至 保罗 进到《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 进到会堂当中 人家就将 什么书交给他让他来念呢 哦 律法与先知书 所以律法与先知书是什么呢 旧约圣经嘛 他们那时候是一卷一卷一卷的 所以交给他 他们都有规定定好在什么时间 念哪一段 所以他 保罗一拿到的时候拿出来就马上去念了 他念的是什么念圣经呢 所以那广会堂的人就过去说 二位兄台 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事请说 所以 他们念了这个 律法与先知的书就念完了旧约圣经在那天 所要读的那段 安息日的时候每个安息日都有一段分好的 读完以后呢 他就问问说 你们两位新来了 你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 甚至在同一段圣经里面 都有将这个律法与先知 以及律法这两个词同时用的 大家看 特别 打开圣经 请大家打开圣经 在罗马书第3章第21节说 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 写明出来 有律法与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这里什么意思 又是律法又是律法与先知 如果大家能够了解的话 前面这个律法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 写明出来是指摩西的律法 有律法与先知为证 是指 神本的旧约圣经 全部的希伯来文圣经 这个时候大家就容易了解 但如今 神的义在摩西的律法 以外 已经写明出来 有 全部的 希伯来圣经 或者旧约圣经 为正 就是神的义 因信 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在 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 新约 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 应验了 万国万民都要 尊 跟耶和华的名为圣 应验了 因着 耶稣基督 所以大家特别要 了解就是 凡是看到有律法与先知这个词 在一起的时候 是指 整本的 旧约圣经 而单单只有律法这个词的时候呢 看上下文 一般来讲是指 摩西的律法 因此 我们再回来看 马太福音第5章17节里面 就很容易 就能够了解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与先知 我不是要来废掉 乃是要成全 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讲的 不是摩西的律法 耶稣基督是说 律法与先知是指整本的 希伯来圣经 旧约圣经 而中心的信息是预言 米赛亚的来临 都要应验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们再重新再把这句话来念一下 莫想我来要废掉 旧约圣经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 预言的新约 将来的新约 已经应验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看到很多旧约里面的预言 一一都应验在 耶稣的身上 我们举些例子 在诗篇110篇 第1节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做你的脚凳 那我们知道这边 诗篇里面前面讲的是大卫所写的 耶和华对我主说 耶和华对我主说 大卫的主是谁 所以这边预言呢 将来有一位是大卫都要称呼为主的 而这位呢要坐在 耶和华的右边 他要让他的仇敌成为 他的脚凳 应验呢 在马太福音里面 第22章 法里山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为他们说 论道基督你们意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呢 这些法里山人就回答说 是大卫的子孙了 耶稣说 那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 怎么样还称他为主呢 接下来他就引用在 诗篇第110篇第1节里面说 说的话 主对我主说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耶和华对我主说 新约里面 这个耶和华的字呢 统统被取代用主 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忌讳 不敢直接称呼神 耶和华的名字 只敢称呼为主 在旧约圣经里面 所有的 耶和华的字呢 到新约圣经里面 他们都称呼 Adonai 主 主对我主说 所以呢 耶和华 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 那耶稣接着说 大卫既称他为主 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哦 所以这位 对我主说的那我主就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就是那位主 他又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又称他为主的 应验了 所以究竟什么是新的律法 那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定罪了 因为那次生命与圣灵的律这个字呢 原来 这个律这个字就是律法 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 最可死的律 原来文字 那个字也是律法 那律两个字是一样的 律法是 既因死 肉体软弱 所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爱 使律法的一成就在我们这些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 原来耶稣基督 让我们脱离了 会让文献在最可死的律法当中 摩西的律法 而赐给我们的新的律法是什么呢 赐生命和生命的律法 这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律法 所以为什么是新的律法 新律法就是耶稣基督是给我们的新的律法 什么是旧的律法 就是摩西在新乃上里面接受了以后 颁给那以色列人的摩西之约的律法 所以律法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 看上下婚来分辨 什么是摩西的律法 什么是基督的律法 旧的约是摩西的律法 新的约是耶稣基督的律法 旧的约是摩西的律法里面是道德律 饮食律 节气律 礼仪律 可是呢 在新约里面呢 耶稣基督律法是赐生命圣灵的律 因信称义的律 赐自由的律 赐力量的律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在约翰福音里面 这些法里赛人要陷害耶稣 将个行灵的妇人带到他的面前 然后耶稣基督低着头 不理他们 他就说 按照摩西的律 我们要将这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怎么看 耶稣一直低着头 不看他们 然后他用纸头在地上画字 在地上画字 用纸头在地上画字 所写的是律 所写的是新的律法 就像在摩西之约 是在神亲自用纸头 在石板上所写下来的 颁布给摩西的摩西之约 所以新的律法 也是耶稣基督用他的手指所写的 这是自由的律 耶稣基督的新律法 是自由的律 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让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能力 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能力能够胜过罪 我们有能力能够跟从耶稣基督而行善 所以耶利米苏第31章 31到33节非常重要 在希伯来书第10章里面 我们也重新回顾到这节圣经 因为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 赐给我们新的律法 耶稣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所以新约怎么样成全 新的律法怎么样成全 希伯来书第1章第1到第3节说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育列主 而就在末世借着祂的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立祂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祂创造诸世界 这位圣子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 就已经永远的存在 创造了万有 可是他又猜浅这位圣子 道成肉身来到人的当中 为人赎罪定时之嫁 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尽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 因此新约如何成全 新约的律 新的律法如何成全 希伯来书第8章第6到第10节 是最好的解释 让我们能够回顾到耶利米苏第31章第31到33节 如今耶稣基督所得的认知是更美的 他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 因为那个时候 主指责他的百姓 所以主指着前约的欠缺所说的 前约原来是有瑕疵 因为以色列人毁约 违背了神与他们立的约 因此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与大卫家另立新约 不再向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所说的 喜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所以我们今天守不守律法 我们守的不是摩西的律法 我们守的是什么呢 我守的是耶稣基督 重新颁布的律法 我守的是新的律法 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成就的 新的律法 这新的律法是自由 是恩典 而这新的律法不是说不行善 这新的律法是什么样子呢 是因为 耶稣基督应允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钉死十字架 为我们成就了这新约的救赎 而让圣灵能够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能够结出来圣灵的果子 而我们能够行善 哦 所以新的约 不再是在写在石板上面 是写在新版里面 是这样子成就的 耶稣基督借着宝雪 他十字架的宝雪 为我们立了这新的约 而这新的约的新的律法 现在写在我们的新版里面 那我们如何来遵守呢 我要常常来听 圣灵对我们说话的声音 每一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 信耶稣基督 由他的宝雪得到重生的人 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已经得赎了 我们得赎了以后 就有那圣灵耶稣基督 所应允的圣灵 内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正 是我们将来要得赎的一个保证 这个保证随时的提醒我们 我们是不是守 耶稣基督的新的律法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不守律法 我们摩西的律法 十届包括十届 耶稣基督都一一的 重新的再次的颁布 重新的重生诫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所守的是 耶稣基督的新约 新律法 好 我们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